警校在空禽直升機上 出動繩索吊鉤 垂吊到深山的溪谷中 慢慢地將已經罹難的 陳姓登山客拉上來 準備將他吊掛下山 這起山難發生在 泰魯閣國家公園的利物山中 二十七歲的陳姓男子 日前沒有攜帶登山裝備 一人獨自進入利物山區登山 七號中午男子有打電話 向父親求救 表示山區連日下雨 自己沒有食物 受困山中 父親急扣119協助搜救 男子回報的地點 距離登山口約六小時的路程 七號沒有找到人 八號山區下大雨 警校正派十五人協助搜救 九號派出直升機尋找 在利物山東側海拔 四百五十公尺的峭壁 發現倒臥的陳姓男子 疑似跌落溪谷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十號上午出動空禽直升機 將男子吊棄下山 獨自登山卻沒攜帶相關裝備 最後體力不支 網送信命 警校也再次呼籲 登山有一定的危險性 民眾上山前一定要做好相關準備 且盡量避免獨自一人 以免發生意外 記者劉璟交叉 花點八達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水神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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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